大家好 作为中国人说到东条殷姬等日本战犯 我们恨不得搅死他们一万遍 但是你可知道 如果没有梅鲁敖 这些战犯不会被判死刑 如果没有梅鲁敖 南京大毒杀 不会被写进判决书 梅鲁敖1904年出生在南昌 这里就是他的故居 他是中国法学界的权威 1946年梅鲁敖被任命为 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在这场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审判中 梅鲁敖呕心力血 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整理证据 成功将南京大屠杀写进了判决书 在最后量刑的问题上 一些没有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法官 不赞成对战犯处于死刑 梅鲁敖深知 如果这些战犯不被处死 自己无言见江东父劳 他与各国法官不断的磋商 经过无数次的争论 终于以六票对五票的微弱优势 把七名清华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1973年梅鲁敖去世后 他的亲属捐赠的东京审判判决书底稿 和梅鲁敖当年所穿的法袍 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梅鲁敖说 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为国家争了光 全国人民都应当感谢他 我在整理文案时 我的女儿在问我梅鲁敖是谁 此刻您一定知道梅鲁敖是谁 但您的孩子知道吗 您身边的人知道吗 作为中国人 我说了转不转 那就是您的选择了